还说没有 你刚刚说这话明明就是这意思 还不承认 你敢发毒是吗 大家好 欢迎来到新剧地带 首先祝你中秋快乐 长香思二第四章 生香乙 死香随 三 本期的主要内容是 小瑶雪又模糊 心跳亭子 如果你也喜欢这类视频 麻烦点个订阅吧 您的鼓励是小编不断创作的动力 怪兽看着有弱的小妖 居然本能地觉察出了危险 他们微微低下了头 开始一步步地退后 以野兽的姿态 表示出他们屈服于小妖 没有进攻的意图 可是 极声尖锐的名叫 让怪兽在主人的胁迫下 昂起了头 不得不选择进攻 一只怪兽扑了过来 张开雪盆大口 小妖竟然将手 直接递进了她的嘴里 只要她被拢嘴巴 小妖的胳膊 就会被生生地咬断 怪兽和嘴 锋利的牙齿 被一把疏离的匕首卡住 小妖握着匕首 立即退出了她的嘴 伸着一拳 说到了怪兽的肚皮下 恰好避开了另一只怪兽的扑脊 怪兽高高抬起上半身 双爪扑下 想用爪子撕裂小妖 小妖只是冷漠地看着她 怪兽双手往下落时 清晰地感受到自己的生命 在远离 她悲伤地嚎叫 当双爪落到地上时 号叫声 夹言而止 伸着重重倒下 另一只怪兽愣愣地 看着自己的同伴 电光死火间 小妖猛地窜出 将匕首狠狠 刺进了她的眼睛 再迅速跃开 以刚死掉的怪兽的尸体 作为暂时的壁垒 避开了另一只怪兽的攻击 怪兽皮草又厚 很难下毒 身上唯一容易下毒的地方 就是嘴巴和眼睛 所以小妖冒险把手 直接伸进怪兽嘴里下毒 又利用第二只怪兽 看到同伴莫名死去时的呆字 给她的眼睛下毒 看是没有费多少功夫 但每个动作 都需要恰到好处 否则 她会立即缺胳膊少腿 当身怪兽服装 两只怪兽都死了 小妖虽然活下来了 可是她最后的力气 都用在了刚才的搏斗中 小妖叫道 你们有本事就继续啊 我倒要看看你们还有什么花招 小妖能感受到他们深恨她 否则不可能 明明能用神法杀她 却还取出怪兽来撕裂她 唯一的解释 是他们都不想 她死得太容易 恨不得让她尝遍各种痛苦 小妖希望他们多用点法的来折磨她 因为心悦不是笨蛋 她应该会觉察不对 只要心悦觉察出 小妖就有希望躲过惊异一劫 一个男人从梅林伸出走来 是那位牧师的公子 小妖心中透出绝望 他们不再隐藏身份 说明她已经没有拖延时间的机会了 木公子说道 我们恨不得让你尝遍世间最痛苦的死法 但是 我们更不想你有机会活下去 梅林疯狂的舞动着 从四面八方探出这样 小妖已经没有力气再逃 没数字条 将小妖牢牢魂辅住 调选在了半空 小妖问 为什么 你我从没见过面 我做过什么 让你这么恨我 木公子悲愤地说 你做过什么 我全主 三百四十七银的性命 是吃油灭了你全主 和我有什么关系 小妖的身体不自禁地颤抖着 木公子大吼道 吃油和你有什么关系 你不要再装了 他屠杀了我们所有的亲人 今一 我们就杀掉他唯一的亲人 学计我们一千零二十二个亲人的性命 小妖摇头 叫道 不 不是的 我和吃油没有关系 我爹是准地 地上的血片化作了四把利益 刺入了小妖的手掌和脚掌 雪滴滴答答地落在雪地上 楚慕惊心 剧痛从骨右肩蔓延开 好事连五脏六腑都要搅碎 小妖却是一声威横 反而一字字平静地说 我和吃油没有关系 我爹是准地 木公子吼道 这些血是祭奸展示 六把利益 插入了小妖的腿上 鲜血鼓鼓落下 小妖痛得全身静暖 她却依旧未惨叫 未求妖 我 我爹 是准地 木公子叫道 你不承认也没有用 这些血是祭奸进士 三把利益刺入了小妖的身上 鲜血如水一般流淌着 木公子说 这些血是祭奸神士 小妖脸色煞白 断断续续地说 你 你 傻 戳了人 木公子眼中全是泪 对前祷告 爷爷 爹爹 娘 你们安息吧 她挥舞双手 梅花漫天飞舞 化作了梅花镖 木公子 木公子对小妖说 这些血是祭奸牧师 铺天盖地的梅花镖 向着小妖色去 钉入了小妖的身体 鲜血如雨一般 潇洒在梅林内 清水镇外的身上 无内 香柳正和一副公公 上一春天的凉草 突然 她站了起来 面色冷明 公公差异地看着她 怎么了 我有时离开 香柳匆匆留下一句话 发出一声长啸 向外狂奔去 白玉金灌雕 还未完全落下 香柳已经飞跃到她背上 向着西北方挤指尔去 公公和无内的 另一位将军 面面相聚 神龙山 紫金顶 殿内 专须靠躺在榻上 萧萧温顺地 趴在她洗头 专须一边 无意识地辅着萧萧的头 一边懒洋洋地 听着下属 咒报宫殿整修的情况 忽然 专须觉得心慌意辣 好是有些喘不过气 她不仅推开萧萧 站了起来 下属见她面色不语 忙告退离去 萧萧恭敬地 看着专须 以为她有什么重要的命令 专须面色忘言 凝神思索 她想起来 当年爹在万里之外 除世时 她也是这般的心慌 专须面色大变 对萧萧说 你立即带人去紫义 找小妖 立即带她回来见我 无论发生什么 一定要保住她的性命 是 萧萧转身就走 专须宰电地走来走去 突然冲出了电门 叫道 来 我要去紫义 在座旗上 专须仰头望天 竟然在心里 默默祈求 爹 娘 姑姑 奶奶 大伯 二伯 求你们 求求你们 不管在艰难时 她都告诉他们 你们不要担心 我会好好走下去 可这一次 她求他们 求她所有的亲人 保佑她唯一的亲人 青秋 屠山是府邸 屠山太夫人的屋子内 井 一应 吼吼吼的夫人 南眉陪着奶奶说话 奶奶对他们是淫念的 我活不了几年了 第一是希望井儿 能赶紧成为 屠山寺的组长 第二是希望你们兄弟和睦 一起守护好屠山寺 第三是希望你们给我生个众孙 若这三件事你们做到了 我就能含笑耳中 是淫斗莫不作声 奶奶咳嗽起来 井合后赶紧帮奶奶端水拍背 井道 奶奶 你不要操心了 安心休养 只要你身体好 一切都会好的 太夫人等他 我最操心的就是你 让你成婚 你不肯 让你举行继位一事 成为组长 你也不肯 你到底打算拖到什么时候 正在这时 井挂在腰上的香囊 突然无缘无辜断开 吊在了地上 井愣了一愣 捕身去捡 握住香囊 直觉心计 这要炒香囊 是小妖所承 井面色皱变 转身就往外跑 心神恍难 什么都忘记了 只一个念头 小妖 她必须立即找到小妖 一应和蓝莓都井压不解 一应叫道 井 井 你去哪儿 太夫人道 肯定是有什么事要发生 井儿能感觉道 却并不真正知道 一应和蓝莓都疑惑地看着太夫人 太夫人解释道 真正继承了图山先祖血脉的图山子弟 都会有一种能力 没有办法解释 也说不清楚 但的确存在 他们能模糊地预感到 一些重大事情的发生 从上古到现在 图山寺历代族长的灵力并不很高 可我们图山寺 一直是最强大的师族之一 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这个能力 他能让图山寺 须及避凶太夫人看了一眼 猴 望着墙上的九尾糊涂 语重心长地说 井儿是命定图山寺族长 蓝莓低下了头 不敢看猴 一应带有地看向猴 猴不屑地冷冷一笑 井疯狂地取策作节 快点再快点 感到小猪永腐时 小妖不在 山寺插一地对井说 忘记去郊外的梅林了 井赶到梅林时 梅花正开得如火如土 男男女女散步着花下 少女们的娇笑声 飘荡着梅林内 没有丝毫危险的气息 井越发心计 招出小狐 和小狐寻着小妖留下的点滴踪迹 追踪而去 九尾狐天生赛于追踪和尝溺 井又对小妖心心念念 不管混杂了多少别人的气息 只要小妖的一点点气息 她都能分辨出 井有天生灵木 能看透一切迷藏和幻化 再叫上石神小狐的帮忙 她一直追踪到了另外一个山寺 眼前是一个水 木 火 山林结合的阵势 是个必杀的杀阵 不过满地是血 对她却最有利 井从地上抓起一团血 握着掌中 从她的掌间一出白雾 将它裹住 整个人消失不见 井走进阵势中 听到男人的悲哭声 他寻着声音而去 没有看到男人 却看到地上的白血 已经全被鲜血眼红 一个血淋淋的眼 掉在半空中 血又模糊 难辨男女 可她的面孔一样的干净 分鸟于左般的惊影 眼睛一较大大的睁战 警察哪见肝胆剧烈 发出了一声悲痛的 几乎不是银声的嘀咕 飞扑上前 挥手斩断直条 抱住了小妖 经伸手去探小妖的脉搏 却感受不到任何跳动 她全身都在发抖 紧紧地搂住小妖 企图用自己的身体 温暖她冰凉的身体 她把手放在小妖的后心 不管不顾地给小妖输入零力 小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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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的第三节就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观看 新剧地带 期待您的点赞和订阅 您的鼓励 是小编创作的最大动力 祝您好运不断 中秋快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